直太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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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繁太歲的新少之一 直太歲的話 心情會一般 情緒會比較起伏 但一隻牛的超像牌 會比較好運 它有一顆叫做象星 象星代表地位提升 但一升職就要小心一點 鵬星有一個叫劍鋒星 就是被人刀背脊 所以精了一跡的話 你也要做人低調一點 劍鋒就代表有一把很鋒利的刀割傷你 就是農曆的五月 新曆的六月六號 到七月六號 去洗牙或秋童月驗生 就可以避到的了 接著說到的新少之一隻熟牛 恭喜你 接下來的好運 牛有一顆吉星叫碎盒 碎盒代表合泰碎 吉星有一顆叫月德星 和太陽星 和攀岩星 泰岩星代表地位提升 天月貴人星 有很多長輩貴人 也都正財運很好 太陽星也代表有 男性的長輩幫助你 空星方面 有一顆叫天空星 天空星是代表 那個褲袋的錢包 不會特別多現金 千萬不要做一些投機性的炒賣 因為天空的話 就是容易輸錢的 所以今年 只要不要賭的話 全年運氣都挺平穩的 熟透的朋友 今年叫型泰碎 是泛泰碎生肖之一 型泰碎 就好像被一個最當旺的人 推一推 撕一撕 所以不會特別有什麼大意外 不用擔心 吉星方面 有顆叫泰陰星 和紅聯星 泰陰星 原來最旺是什麼 熟透的男生 就有女性的長輩幫忙 頭髮緣分很好 婚姻也會很好 今年有真命天子出現 就絕對要把握 有顆叫紅聯星 紅聯星 代表熟透的朋友 今年絕對是可以結婚的 在空星方面 有顆叫貫索星 貫索星 代表有人問你借錢 或沒有回頭 所以第一 不要跟別人合作做生意 第二 不要借錢給人 熟透的朋友 今年我們叫做沖泰碎 其實是12個新潮之中 最反覆最波動的新潮 很多18歲以外 要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心臟血管 還有眼有事 如果女性的話 要緊張腎 膀胱苦科的毛病 要小心一點 坐沖的月份 就容易有健康問題 或者運氣會反覆 碎電星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大進步 只不過地位有少少提升 大號主大破財 原來我們說沖泰碎的朋友 今年突然間很想去轉變 想去投機或者投資性的東西 所以就會應了大號這個空星 其他的星是一個叫災殺星 災殺星是容易有些血缸之災 在農曆的5月11月的話 再去洗牙捐血 這個災殺星也可以避免到 好 輪到熟羊的朋友 今年叫做紫味傷害 也是犯太歲生肖之一 帶就不是帶人家的那個熟牛的超像 因為牛和羊是會相沖的 所以你們今年要帶一顆肉做的馬套牌就可以了 因為你有很多的吉星 所以熟羊的朋友今年不需要的 不用特別帶擔心 有一顆叫紫微星 紫微就是地位提升 以及健康很好 龍德星是一個很強勁的貴人幫你 地解星是逢空化吉 玉堂星的話就讀書好 以及有貴人的助力 有一顆的空星要小心點就是綠害星 原來綠害就是綠親不和的意思 只要少點跟綠親有什麼特別的爭拗 今年你的運氣是非常之好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